甲州昨天传来变天震撼弹 国民联盟以17比11的议席分布击垮西蒙 四名倒戈乡像的西蒙议员当中 其中一人就是甲州行动党树立主席诺伊战 而他也成为联邦政府变天之后 第一个倒戈的火箭议员 怎样去面对这个新政府啊什么啊 而且他在上个星期五还是星期六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还讲到 还很大声的讲他是不会推出 他会支持 我们其实昨晚也是针对这个东西 开了紧急会议 因为其实在这个movement 我们就知道马力加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们才十五对十三 你两个人跑过去你也是倒 但是我们是没有想到我们自己的州议员也会跳 因为其实在昨天他们那个记者会是五点 在昨天的下午十二点的时候 我们整个马力加行动党的议员还有周围 我们都还在一起聚餐 我们那时在一起谈这些什么样的对策啊 怎么样去应付这些东西 他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有去给一些idea的 当他昨天在那个记者会的时候他讲 我们看到他去那个记者会我们其实是很惊讶啦 我们没有人想到没有人知道 而且他讲他是那个barroa barroa就是傀儡嘛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的当然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借口啦 他讲他是一个傀儡 这个是我们接受不了的事情 那么我们昨晚有开会 那么在昨晚的这个会议上面 大家也抑决了 我们会建议我们行动党的中央 就是去开出它的党籍 我们刚刚的记者会 马力加的PH记者会 所以我们也开始展开了一个活动 叫做斯拉玛干 马拉克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我们就是要维护 人民的寄托嘛 他们就是寄望于我们barroa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继续的去想办法去继续奋斗 目前来讲这几天我们都有收到很多民间组织啊 NGO的那个邀约 他们就会有办那种Drama等等 包括像昨晚我们在这个州政府大厦前面 也是有一个NGO发起的一个好像一个集会 和平思维运动 那我们也受邀过去啦 那么今晚也会在马力加一些地方会有 那么我们在短期内除了去跟这些NGO配合之外 我们自己也会开始去去几个地方 去开始主办或者配合主办 这样子类似的活动 那么刚刚我们的公司就是 我们先要往这四个 本来是巴卡丹·哈拉班议员的州选区 可是他们跳去支持那个Brikatan National 这四个开始 在马力加就是巴亚伦布 Ramja 巴亚伦巴都 还有德罗马斯 我们会这个现阶段的 我们会往这四个地方先开始 我们也要告诉人民 他们所选出来的人民 大一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作为巴卡丹·哈拉班 虽然这四个议员没有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有责任 向支持巴卡丹·哈拉班的选民 给他们一个交代 下注给阿拉班的选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